從陶藝到擂茶的客家文化 這兩個東西結合成一個形象跟具象的東西之後呢 是不是應該有一套儀式來呈現呢 蔡老師聽說您就因此而有一套擂茶的茶序出現 是 對 那我們希望說跟傳統的擂茶上面有一些對應 那傳統擂茶它是很熱鬧的 很熱鬧 然後可以那個動身骨的 可以一直磨一直磨 對 那我覺得客家擂茶 擂茶多少也是有呼應到日本的這種抹茶的這種儀式 那因為日本的抹茶它其實也跟茶有關聯 對 那我們叫陶藏藥嘛 對 所以我希望說我們的擂茶它是比較沉浸式的 對 然後所以就賦予它一個步驟 所以我們有八個步驟 八序 那八序裡面又有隱含了四個精神 就是客 客 勤 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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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這樣子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一些體驗 然後跟體驗的人分享這個客警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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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以客家的角度來講 大家都還是蠻認同的 對 我們現在所謂 不只是日本的抹茶文化 包括我們傳統 我們講那種傳統中國茶的那種泡法 他也是強調就是那種 你就細不像我們 我們平常工作泡茶就咕嚕咕嚕咕嚕就喝下去了 然後客家雷才是大家 喔 一起 花 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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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大家吃了什麼 用了什麼 可能不是那麼仔細 可是在一個傳統的泡茶上面 其實也就會很講究 但是老師把這個茶道的精神給放到了客家雷茶的泡茶裡面 講究了哪些東西呢 第一個當然就是我們的雷茶碗 雷茶碗的話 除了裡面的紋路意象以外 那它的大小其實我是借鏡了宋代的這種茶盞的大小 所以傳統是很大一個 那我把它縮到像一個宋代這種茶碗大小 雙手捧著 河石這樣的大小剛好的 然後再者就是整個我們把客家的花布啊 也把它融入到這個茶隙上面 還有器具啊 擂茶棒 我們用這個苦茶樹的或者是翻石榴 大概這兩種樹是可以拿來用的比較適合 因為它本身就是食材的一種 它就是可以食用 因為你在磨的過程中就會有那些 就會磨到裡面去 你如果用香腸 你可能裡面都會吃香腸的味道 味道太重 也不是 就會影響到食物本身的味道 那儀式上呢 這種巴絮式精神強調的是什麼 巴絮的話 我們希望說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它是井然有序的 然後它是可以慢下來的 因為現在的人其實都很急 很快都要得到結果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巴絮 然後讓步驟能夠有一個順序 然後有一個節奏感來帶參與者 然後試精神的話就是 因為我們知道客家他們早前在遷移的時候 其實從南遷到台灣來 到任何地方它都是要重新開啃的 所以長時間是面朝泥土 背朝天的 所以我們就取了這個好客 因為客家他們早期南遷的時候 到任何地方他們都是客人 所以相對他們定居下來之後 他們也是會用相同的心情去迎接這些客 對 所以這是好客 然後勤勞 到哪裡都要面朝泥土 背朝天 所以就是一種耕作 所以我們在研磨那個動作上面 我們就賦予它是做 耕作的意思 對 然後淨天 淨天就是到任何地方 從無到有的所有的食物 感謝上天 然後賦予我們這些食物 珍惜食物 對 然後最後一個是節鹼 節鹼就是我們要把裡面的這個材料 通通把它吃掉 不可以浪費 然後最後會有一個洗波水 洗波水那個也算是節鹼 就是把它所有的渣渣全部也要喝掉 對 對 對 那我們其實就一般的擂茶 大概大家都好玩 然後什麼東西就全部都加進去 那如果我們現在開始講究 這所謂的一個擂茶這種茶洗文化 有沒有什麼東西是適合的食材 什麼東西不適合的食材呢 其實我們客家傳統其實是三生湯 對 三生湯 三生就是拿三生 生茶 生米 生醬 對 那其實它其實是有一個三生湯 所以我們不希望能夠加太多奇怪的東西 然後譬如說三生湯 那我們現在目前我們會比較加入 比較是對身體有健康 譬如說是堅果類的我們會加 但是也不要加太多 那其實每一次的擂茶的時候 我們在做這個展演的時候 蔡老師視線都會先試 就是這三種哪三種 然後它配在一起喝起來的口感 然後它聞起來的香氣是什麼 所以不會隨便添加 還是會有它的一個 老師會有他自己的一個想法在裡頭這樣 其實這種就是說已經是到一種品茶的這種階段 對 就不是說 就像喝一般的草莓 我們是要喝個解渴啊等等這一些 但是擂茶可能以前只是強調要溫飽 對 那現在已經提升到一種文化的層次上面 對 在有這一些擂茶波這種創意在裡面的時候 再把一個茶道上面的這種文化層次稍微提升 對 可是講起來很美好 但是現實很骨感就是說 這在推廣上面一般民眾有辦法接受嗎 我們其實有實際的一些經驗 就是在這個擂茶的活動上面 會發現說 如果它曾經有體驗過傳統的擂茶 它還會停留在傳統的那一種熱鬧感 好玩 對 但是我們希望它是比較沉浸式的 所以在這個推廣上面會有遇到 就是有兩 比較兩種 一種它是真的可以投入到你的這個情境上面的 然後體驗完之後 我們也希望說 有一個互動跟回饋 因為我們從傳統的這種很熱鬧的很開心的 要走向這種儀式感的 其實這個當中我需要更多的認同跟支持 對 然後希望這個擂茶它可以成為未來客家的一種 在展演上面的 展演上面 另外一種茶道文化 對 其實我們在國外在做展覽的時候 對 然後我們都會有這個客家擂茶的茶席 那國外的那個就是國外的接觸度反而非常好 然後他們就會要預約就是這個未來茶茶席 然後他們也非常的認同 對 我們在國外老師也是很努力的在推廣這一塊 那是得到很大的認同 對 我想或許是這樣 就是說 其實現在什麼大家都強調就是分眾 對 那其實在不管是藝術這個領域上面 其實這裡算是一種 混創也是一種藝術 對 那我覺得或許可以 就讓他們喜歡的人 他們自然而來 在推廣的過程中他們就會越來越接近 是 那喜歡傳統 因為比如說有一些親子啊等等 有小朋友在 其實你要他坐在那邊去 到底做不做 對 可是那時候讓他們從傳統擂茶裡面突然就看到說 喔喔喔喔喔 這邊還有一些傳統的豔宇 或者是看到我們的 那個客家童話等等這些 還是有一種感受在 是 或許在這樣的過程中也不必太刻意說 喔太拘謹 但是文化的提升對我們生活上都是有相當的注意 這也表示我們的生活水準都到達了一個程度 那很謝謝兩位老師來到我們這邊來跟我們分享 謝謝 這麼豐富的磊茶 磊茶的趣聞 或者是兩位相遇的這整個過程中 是 跟磊茶跟陶藝中間的結合 然後在整個陶山堯的一個發展上面 其實到現在已經有一些越來越不一樣的文化提升 那也希望大家一起來融入這樣的一個磊茶文化 新的文創設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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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